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你女朋友 第一次 是你们刚在台下认识的吗 刚在台下认识的 没有 我在进行两年 今天就都来找工作 是的 你是来找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个魔术师 想要讲做一个跟魔术相关或者是跟活动相关的 你呢 我是做财务的 希望我找一份财务相关的工作 认识多长时间了 我多问一句 我们认识两年了 是因为魔术认识的吗 是的 真是因为魔术认识的 是的 就是当时我在一个魔术教育机构里面做魔术老师 然后她在那个机构实习当初纳 有一次我要变一个大型魔术 需要一个女助手 然后就邀请她去做我的女助手 然后当时有一个危险动作是要喷火 然后我就不小心把她头发给烧掉了 啊 对的吧 烧的速度也很好 她头发烧了一大半 然后当时就为了补偿她 给她做什么营养餐 她让你对她负责是吗 对对对 给她做什么护发的营养餐啊什么的 然后 然后我就赖了上她了 就赖了她 一直赖到现在啊 是的 现在舞台上只能留一个人 你们选择谁先来 我先来 为什么你先来 我给她做个示范 你万一示范失败呢 那就 我来给她做个收尾 嘿 这一对恋人啊 那既然风世俊主动请站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张一凡同学 到任立席就坐 要不要再叮嘱她什么 或者给你男朋友拉拉票 互相拉拉票 加油 跟企业家再说点什么呢 希望各位评委老师手下留情 好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先请张一凡到任立席就坐 接下来我们先请风世俊 来进行我们的面试 你是魔术师 对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魔术 我在初中的时候 有一次运动的时候 就把腿给骨折了 骨折之后就没有办法动 我就在电脑面前刷视频 然后就看到一个魔术教学 我就试着去做了一下 就成功了 然后就有个成就感 就这样子接触上 你后来有拜过诗吗 我属于 就自己自学全部 自学成才 你第一次登台演魔术 是什么时候 是在高中 有一次元旦晚会 大家知道我有这个魔术的爱好 然后就把我推上去了 他推上去之后 魔术一演就 脱颖而出之内 然后就大家就记住我了 有没有吸引一些女孩子 对你的注意啊 有 还有 有女孩子注意你啊 有和他们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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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了没有 你确定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好吧好吧 那我就不再往下问了啊 那上大学以后 你选的是电器自动化 对 那你大学期间还接触魔术吗 还做吗 我正式开始做魔术 就是从大学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自愿说 家里面不要再给我生活费了 然后就靠魔术来赚自己的生活费 你那个时候有做职业规划吗 职业规划 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认做 但是我老师倒是给我做了 我当时专业还是学得蛮好的 老师就跟我说 等我毕业之后回到渠州 然后找一个厂里面工作 然后去参加职工大赛 可以拿到各种的济师证啊 或者高级济师证啊 已经一步一步给我安排好了 然后但是到最后我毕业的时候 在魔术和我的专业之间 还是去选择了魔术 因为当时有一个中国高校魔术协会 去联系到我 他觉得说 我有没有兴趣去给他们带学生 是专职吗 对 现在靠这个能养活自己吗 勉强吃吃饭 我们这个行业是分淡忘记的 像五月十月十一月 你全年的收入吧 是多少 七万多吧 不太多 对 那你后悔 当时拒绝老师的安排吗 本来我还以为自己挺好的 然后后来跟我们的大学同学 室友联系 他们的工资现在都是一万五啊 一万八五 还真有一点点后悔 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头选一次 你怎么选 如果真的要能够回到 刚毕业的时候想的是 去做本专业 然后业余时间用我这个魔术 如果万一魔术能够越做越好了 可能会转过来做魔术 来我想采访一下一帆 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的话 你会建议她怎么选 我希望她是能按照她自己的爱好 来做她的事情 因为生活中我真的能感觉到 她非常的热爱魔术 挺好的 女朋友多支持你啊 你之前选错过一次 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岗位 我现在跟我女朋友谈了挺久了嘛 我想跟她好好的 我觉得魔术这个行业吧 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所以我想找一个相对稳定一些的工作 比如说呢 如果按我现在自己有的技能魔术来说的话 可能更偏向魔术培训啊 还有会展啊 年会啊 这种策划执行我也做的挺多 这个也可以 行 说一个你能接受的最低薪酬 按我现在的 变魔术的水平大概八千 地点有要求吗 最好在杭州 晶晶记也可以 我看到她有玩过那个轰趴 做过甜品酒吧的店长 因为我这边就是有一些那种 叫剧本沙馆 然后私人医院 心理影咖 就我们会招很多的店长啊 包括一些 就是店里面的一些活动策划嘛 包括门店管理嘛 这方面考不考虑 这个也考虑的 我们的地点在成都或者是围方 有没有离杭州境 目前还没有 我想跟他说一句啊 就任何的精力都没有白走 其实你魔术选择会对你 后面你选择任何的职业都会有帮助的 我有个好朋友 他就是在大学做魔术的 那他现在做得很成功 他把魔术变成他一个 与人接近的一个工具 他一个团队全是会去做魔术的 你是希望他继续在魔术的 不是不是 我觉得魔术的爱好 这个方式啊 可以拉近人的距离 我跟您是老乡啊 我非常喜欢你 我觉得我不要后悔你的选择 你任何一个过去的经历 都是你的财富 好 我接着陈鹏的话问你一下啊 你在那家教育科技公司做教学老师是教魔术是吗 对 说说你具体在公司里都负责哪些工作 第一个是做关于我们课件的教研工作 就是会提出一个魔术把它跟学科结合起来 就比如说一个魔术可能跟重力有关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课件里面融入很多重力的知识 比如说数学原理的魔术 那我们就把这个用到什么数学原理 用到什么方程啊或者用什么放进去 寓教寓乐吧 对 然后去开发这些那个课件 当时公司是有分三个等级嘛 初级 中级 高级的 初级跟中级的绝大部分 都是我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研发出来 你是哪个级别的 我是教研组组长 离职原因我看到了是因为疫情 对 诗俊 我倒非常感兴趣 你刚才说你研发了很多的 跟教学相关的一些魔术出来 你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是一个链子 一个长长的链子 然后有一个铁环 把铁环套在这个链子里面 正常松手道它是不是会掉在地上 然后但是我们松完一个大拇指的时候 让它有个倾斜的肚 它去打下这个链子 它链子就会往回勾一下 它就会套在这个链子上面 不知道这个原理的人就会觉得很神奇 它怎么做到的 然后我什么原理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我那本书上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 好 稍等啊 你的女朋友要来救你一下了 来 伊凡 说说这是什么原理 牛顿第二定律冠线定律 你们俩真是绝配 真的 这个 我这个倒是很感兴趣 就是说你没说出原理 你能把它展现出来 但这也是暴露它的短板 对 刚好是你的短板 对 你要今天没有伊凡啊 我跟你说 你这说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这是啥 所以我在想就是 魔术是一直要坚持走的路吗 其实从你的职业经历上 简历写出来 你有几段不同的经历在折腾 做过教育 还玩过轰趴 还自己创过业 就是没看到你坚定的一个主线 所以我不知道 您今天要的那个稳定 和未来职业方向是什么 之前就是有点按于现状 我觉得魔术能够让我温饱 我觉得没什么压力嘛 然后现在 自己创业开的那个店也是关掉了 只能靠这个 我就感觉很不稳定 所以我现在有下决心说 我后面要再稳定下来了 不能再像之前一样 这里搞一下 那里搞一下 哪个东西都做不好 伊凡 你评价一下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要有压力去推进的人 就比如说 我们马上就要带他去见我的家长了 然后我的爸妈就会觉得他 做这个魔术可能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所以他现在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所以也来到了这里 你是想找一个工作 度过这个家长的这个危机呢 还是真想找个工作呢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心想 踏踏实实找一个工作好好干 你跟你爸妈介绍他的基本情况以后 爸妈现在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我的父母就是很担心 我以后的温饱问题 所以说今天他来找工作 他有这样的一份来自你家庭的压力 是吧 是的 那好 第一环节到这里 各位企业家 根据风世俊刚刚的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挺不错的 还剩下七盏灯 接下来呢 风世俊进入到你今天 找工作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刚刚提出来的那个魔术教学 我就临时想了一个 可以试一试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用到什么东西呢 一个水缸 还有一块丝巾 把丝巾盖在我们的水缸上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水缸 盖上 在这里 抓一点东西 丢进去 就会变出 金鱼 祝大家裁员广进 年年有余 我最要感谢的 是我们的 《非你莫属》这个栏目 所以我今天 专门为《非你莫属》 做了一个魔术 我们《非你莫属》 有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自我介绍 第二个环节呢 天生我有才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环节 第三个环节 职场情商课 最后一个环节 谈前双双感情 好 他们四个环节 在一块之后 合起来叫什么 叫做《非你莫属》 谢谢 然后接下来是我的 魔术的教学部分 需要一位观众 跟我一起配合 来 用到的东西非常简单 这杯子哪一个 还需要用到矿泉水 先给大家看一下 杯子里面 空的 接下来水 倒在杯子里面 接下来把它举在头顶 两只手一起把它举在头顶 好 好 这样子 我头上也杯水 他头上也杯水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咽一句口诀之后 让我们头上的水消失掉 念什么口诀呢 水消失 水消失 水消失就可以了 当然在念这个口诀的时候 要闭上眼睛 然后往你的逆时针方向 这样子转一圈 才会消失掉 明白了 三二一 开始 水消失 好 有没有念水消失 念了 真的念了 真的念了 淋了一脸不要怪我 可以手放下来了 要相信自己 如果念了的话就会消失掉 然后我们倒数三二一 我们就把水倒下去好不好 三 二 一 水就消失掉了 来 谢谢 接下来 要教大家这个魔术怎么变 对 而且保证大家一学就会 除了这个纸杯 除了这杯水 大家猜一下还用到什么了 海绵吗 对 非常接近 还有吗 能把水吸走的东西 可以蒸发 可以吸走的东西 海绵 我用到了非常常见的 海绵 纸巾 把纸巾满的 塞在我们的杯子里面 但是要塞实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 一个空的纸杯 一个塞满纸的纸杯 拿在手上 开始这个表演 观众邀请上来之后 我们打开之后 要赶紧 把这个 有纸巾的纸杯 拿在自己手上 把这个空的纸杯给它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纸杯里 有没有东西 好 然后 把水 倒在我们这个 有纸巾的这个水里面 倒少一点 好 倒进去 让它 举在头顶 然后当它 逆时针转的时候 它手上的这杯水呢 就三二一 消失掉了 其实在哪里啊 就在纸巾里面被吸着了 对不对 你要拿手捏着底座 是吧 它有时候纸巾不会掉下来吗 你要捏着底座 对 刚才 有没有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我三二一 转过来之后 我马上就把 转过去给大家看的时候 马上把头给捏掉 这个是模式的原理 还没有到 科学的原理 为什么 会把水吸走 因为 纸是由什么做成的 由纤维做成的 纤维之间就有空隙 对不对 然后呢 水又有水面张力 所以 当水跟纸巾在一块的时候 张力就会跟着毛细 一起往上走 就会被水吸走了 哦 对 对 我们大概的教学 就是很简化版 我觉得 贾总 我觉得她的教学 确实还不错 讲得很清晰易懂 我在想 就是有很多的道理 可以 让学习变得有趣 如果你能够有机会 把一些 不同的知识点 用模式的方式演绎出来 我觉得对你来讲 就是 把你过去这么多人累积 换了一个方式 让更多人去使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如果你有能力去研发 那此刻我很想恢复灯 我之前做了工作 在那个 魔术机构里面 但是我想 刚刚那个就是很好的演绎 很好的 这个是我们机构里没有的 我是刚刚在台下 对对对 突然临时想出来的 这个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视角 非常棒 她是魔术家 这是给我最大的感受 她本身会魔术 但她本身就是魔术后面的 那个加号 可能性 诗俊 你愿意做直播带货吗 其实我刚才在你的沟通当中 我还是觉得很亲切 非常舒服 你愿意做直播带货吗 也可以 但我之前没有考虑过 你这么一说的话 对 因为我觉得你 其实沟通能力还蛮强 比如说准备好了 有产品 我觉得你是表达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想好 你愿意接触挑战 但可能你真的就是一个门外汉 你真的就得从零开始 而且你是否适合 真的我们就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你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一凡你认同吗 我希望她选定一条自己的就是道路 然后专精地走下去 什么样的道路呢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魔术家 她作为那个家号来结合一些东西 我觉得她能做的工作很多 比如说我就愿意给她一份 做我的这个客服 通过她刚才讲魔术 她一定是一个讲任何东西 很有趣的一个思维方式 另外一个还可以给西安工培训 看看她还有什么可能 是吧 我是小老乡 我很懂你啊 因为当年我跟你一样 也是刚毕业的时候 我也有个女朋友 我也是这个不务正业的 就是有点给人感觉不务在折腾 最后我女朋友离开我了 她觉得我不能给她一个稳定的后方 但是像今天来看 这些折腾就是我的人生经历 才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女朋友非常好 很支持你的事 但是口中的支持 跟你的稳定是两回事 当年我的女朋友 当时也很支持我创业 但实际最后她结果还是离开了我 女性是希望一个 你有一个稳定的你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状态 包括她的家长 所以今天我觉得 你是非常有责任心的 所以为你的女朋友放弃 自己的一些爱好 希望把它稳定下来 但我还想告诉你一个事 任何的一个经历都是你的财富 你如果把魔术 背上你的能力加 那你的前途无限 我非常懂你 我听懂了 实际上她现在说到后头 你听明白了吗 她是想招你 我又是老乡 我又懂你 你女朋友特别幸福 我也曾经怎么怎么样 开始打感情牌 你考虑一下吧 好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风世俊的职场情商如何 你觉得职场中有纯友谊吗 如果我跟这个人 没有利益关系的话 可以有纯友谊 但是如果这个人 跟我有竞争关系 或者是我的供应商 或者是我的甲方 我觉得就没有纯友谊 一凡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她在工作当中 有纯友谊的朋友吗 在最开始的那个公司的时候 她和她那几个科研的小伙伴 我觉得算是纯友谊 我觉得世俊的回答问题的逻辑 有一点想得复杂 其实如果说你生活当中 真的是在职场里有 真的好朋友 就像女朋友说的 那就是有啊 不代表你要跟所有人 都保持纯友谊 但是她事实是有的呀 你回到职场本身 不要光是嘴头想稳定 但是行动不稳定 心不稳定 这个是不好的 好 感谢雅云老师 来吧 第二环节的最后 鞋家们 做选择 祝贺你 投下了四感恩 成功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 误伤感情 大林天地呢 是做品牌营销公关 这样的一家公司 我最近投了一个工厂 缺的是直播电商助理 这样一个岗位 你不需要去面对面的见客户 你只是做一个助理的角色 我给的是七千在北京 我给的是一个做销柱的 因为我们天一盛世 是做艺术品的呢 是根据这个每个月的业绩 当月有一个起伏的 地点 北京 小老乡 我是月苗AI 专注于门店智能化与无能化改造 我给你的是区域渠道经理 底薪是六千 我们提成有百分之十 而且我工作可以在杭州 我考虑女朋友来求职 但因为女朋友财务 我在杭州没有岗位 我刚刚专门微信给我的 投资的子公司在杭州 如果可以的话 我说往那拍了 我觉得女朋友数字也很高 你这些是打包的战术啊 但不是在我 因为我月苗在北京嘛 我才我 我觉得两女朋友 还需要在一起 青林渭影这边 给的是一个门店的店柱 也是可以活跃气氛吧 我们还想把门店的直播啊 那些做起来 然后我给你的薪水是六千家 然后在成都还有围方 我们有将近十个店吧 你可以选 然后如果你女朋友 愿意去成都的话 我也给你女朋友流感 看都是打包式啊 都跟陈鹏学会了 来 我们先把张一凡 请到台上来 我觉得有必要 让你们两个人商量商量 商量好了吗 来 风世俊出发 灭掉两盏灯 我给的多还灭我啊 好 我们有请陈鹏和刘志明走上竞价台 我们青林影咖全国有加盟店 大概有五百多家 我们直营店大概有十几家 然后我们主要直营店 在成都还有围方 招聘你主要是在直营店 新媒体这一块 我觉得你可以做起来 因为你有这个魔术 这个一技之长 所以我们给你的是门店店长的一个助理 如果干得好以后三个月转正 我们有可能帮你提升为店长 工资六千是底薪 是有提成的 实际拿到手的应该是 应该是八千到一万之间 门店运营的具体东西是什么 门店运营其实就是你正常辅助店长 做一些比如说宣传广告啊 然后还有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好 陈鹏 月苗AI专注于门店 智能化与不论化改造 我给你的职位是区域渠道经理 首先负责浙江市场 我们会去做很多的营销活动 好 我们可以把你的魔术 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 我非常开好你小老乡 今天晚上借老账了 所以定下来定月苗 把你美丽的女朋友 变成你的妻子 娶回家 好 谢谢 这陈鹏也会有干证婚人的前置 来吧 你可以问陈鹏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就我们现在的门店有多少了 在杭州这边 其实实际上 杭州目前我月苗店没有 但是杭州我本身有很多的门店客户 他是用了我支付的产品 那今天我需要把这些支付的产品 变成我月苗智能店的客户 进一步的升级 那杭州目前其实有已经两家店的意象 问也问完了 根据刚刚的这一轮 再考虑一下 商量一下 封世俊 你的选择是 我选月苗AI 祝贺封世俊 也恭喜陈鹏 来 两个看好点 咱们一起创造奇迹 好 谢谢二位企业家 好 今天你在舞台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在即将离开舞台 迎来下一位求职者之前 能不能帮他拉拉票 他是从大一 开始就开始做财务方面的兼职 所以我还是觉得他非常有能力的 请各位企业家 多给他机会 好吧 感谢封世俊 请你到人力席就坐 我们把舞台交给张亦凡 好 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来自河北唐山 现在就读于浙江彩经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 目前是大肆再读生 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边 找一份有关财务的实习工作 好 欢迎你亦凡 刚才在任力席看封世俊求职紧张吗 替他捏一把汗 最后你们俩商量的结果 是选择月喵AI吗 还是说你又支持了他 让他自己选 最后两个我还是支持他自己的意见 好 我问你一个挑战性的问题 当然你别担心只是个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人今天来录节目 只能有一个人找到工作 你希望这份工作给谁 我希望给到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财务这份工作很稳定 到其他地方也一样可以找到 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他需要这个机会 这疑人性是真好啊 雅云老师 是的 我觉得他的职场情商都可以 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不用搞啥了 对吧 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男朋友 如果只有一个工作机会的话 你觉得应该给谁 他都说我来了 我跟你说他 你这个回答不真诚 不老实 我有理由 关键说你为什么对不对 因为各个老板都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给的财务类职位肯定是比较好的 所以希望把这个机会给他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马上要见的是他的爸妈 他的爸妈现在恰恰担心的是你不稳定 你把工作给了他 你不担心受到影响吗 怕 所以我说你刚才的回答不老实 你第一句话脱口而出的 是场面话 他说了我 所以我得说他 我跟你说啊 切记搞这种小聪明 有的时候小聪明容易害人 我来看一下张一凡吧 我挺喜欢一凡这姑娘的 大家看看她的报名表 在获奖经历这块一个格都没写下 第七届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创业大赛 国赛一等奖 农信杯第二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一大赛同奖 第15届电子商务竞赛三等奖 创新职业规划大赛二等奖 第12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二等奖 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国家级立项 2019年毕马威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大赛 杭州赛区十六强 挺优秀的 所以我就想问你 你怎么地了你看上风世俊了 就因为变魔术吗 对啊最开始不是说了吗 他把我头发烧了 所以他得负责到底 你 哎呀 他明明在节目录制之前就不稳定嘛 你又是一份比较稳定的一个专业 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他 所以你不觉得一个稳定一个不稳定很般配吗 你觉得他 他 你觉得他比其他男生优秀在哪啊 嗯 还有没谈过别的男生怎么比 真的吗 他是第一个男朋友 要让人家不量自己说好吗 要让人家自己说嘛 你们老爱猜 不要猜啊 其实我在他之前还是谈过几个的 这个我爸妈是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也是通过就是互相了解之后 才发现他这个人是非常靠谱的一个人 就比如说我交给他一件事情 他可以把它从头到尾全部都落实好 就是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假如说你未来的另一半是一个追求梦想的人 那相应的养家的担子就得压在你肩上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愿意承担吗 我觉得我可以承担 为什么 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可以养起这个家 做好他的后盾 就是给他一定时间让他去追求梦想 是的 那你你家庭那边你怎么交代啊 这个 这样吧咱们单刀直入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爸妈现在同意你和他交往吗 其实是有些不同意的 他知道吗 知道的 所以你这次决定要带他去见你的爸妈 目的是什么 是让他们能够正视起我们这一段关系 让他们正视一下我是认真的 如果说父母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 怎么办 他们反对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做我自己的选择 可以留待考察 你愿意为了他去违背家长的意愿 短期内我是会的 这个短期有多短 四五年之内都会的 那你怎么去衡量你这四五年值不值得 评价标准是什么呢 像陈总这边给的实习期过了之后 他的薪酬怎么样 稳定状况怎么样 他的生活状态有没有什么改观 我们互相之间可不可以互相助力 你是一个学财务的 你们这一行的人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冷静 你觉得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冷静吗 有那么一点冲动 冲动在哪儿 冲动在头发烧了就让人家负责 我觉得 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觉得大卫老师那情商第一还是要考的 从刚才姑娘回答下来我发现 就是爱情让你影响了情商也影响了智慧 你要是跟妈妈我也有女儿 我女儿这样说我得气死 我是想让她在台上 以现在求职的身份 说一些可能封世俊之前没有认真对待过的话 我希望你接下来认认真真的听 包括刚才她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你刚才全场下来 我觉得有一点还算对得起人家张一凡 就是你真的愿意为了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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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大赛的女生 你说她喜欢安稳 真的不一定 她内心她也可以去折腾一些事 她自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 刚才大老师问那个问题 她出去折腾不稳定怎么办 她说她在家她可以 我们有必要年轻轻地 给自己那么大的责任和压力吗 我们先把自己照顾好 家里放心是最重要的事 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 没必要都揽自己身上 我其实蛮心疼的 刚才我可能 问完那句话的时候 那个姑娘哭了 其实要是我的女儿 我一定会坚定地说 我可能会给你半年一年 四年五年真的太长了 第二个呢 你通偏陈述下来 我会觉得小小的年纪 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需要在这个年纪承担的太多 我觉得不是你应该要选的 如果我是妈妈 我一定会有这么告诉你 我想插一句 我觉得不对 姑娘 婚姻是你自己的 幸福是你自己的 不是你父母的 两个人过去 真正的幸福在你那里 陈大哥他才恋爱几次 不是你父母的 他这么年轻 你能不能站到一个女生 一个妈妈 一个养了女儿 二十几岁的家长 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是另外一件事 他自己选择好不好 人生的幸福在他自己 不是父母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第一 我们的小峰非常优秀 难道当年我女朋友也是 我女朋友当时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离开了我 你不要拿来 陈总继不要进去投射 您千万别把您自己 带入到闲上 我不想投射 他还没有在您岗位上 但是我觉得今天 他还没有在您岗位上 证明能力 您可以说他优秀 让我说完 您可以说他优秀 就是您教会他 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员工 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管理 未来让他有稳定的收入 去迎娶这个女孩子 你说我帮他培养得更优秀 但是不要在现在 马上就说他非常优秀 他就是很优秀 就是很有潜质 来吧 我们还是回归到 张一凡的这个 找工作本身 先从18年的这个说起 你是当时怎么去的 你们俩相识的这家公司 做出纳的 其实这家公司 就像他之前说的一样 是做魔术教育的 其实最开始是在学校 大学社团的时候 然后接触到了魔术 然后觉得很感兴趣 就加入了这个公司 做了一个出纳的一个岗位 那你第二份主办会计 你做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是的 你的离职原因是毕业规划 那我就想问问 你对自己的规划 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的父母 对我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很不放心 他们的目标就是 让我回老家安安稳稳的 但是我不想这样安安稳稳的 就这样过去 所以我想 然后要赚着大于他们 薪酬总和的工资 是的 让他们放心的 把我留在杭州 是的 那你的期望工作地点 是杭州了 是的 其他地方考虑吗 金星记可以考虑 你们俩要有关联性吗 因为他刚才找的这个工作 地点是杭州 对吧 如果企业家有别的 适合你的 在别的地方 你考虑吗 看未来的提升空间 以及薪酬吧 好 说到薪酬 你期望的底薪是多少 七千左右 你今天来找的岗位是 财务助理 对 我不太懂 为什么要找财务助理呢 是一般来讲 都从助理做起吗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水平 不足以做一家 各位老板这种 很大型公司的主办会计 我可能要先从一个小的岗位 或者是助理这种工作 开始做起 我有个问题 就是你在2021年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财务 也就是说 你竟有了一个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 是的 那你为什么还今天来带求职 因为也是很巧合 当时我是在 各个会计师事务所 投这个简历 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 前两天就收到了财务 然后也是在考虑当中 假如有一个 在企业里边的 会计助理的岗位 同时还有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岗位 你怎么选择 其实我更倾向于 企业内的一个 会计助理的岗位 为什么 因为像会计师事务所 像我这样的实习生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打印凭证 整理资料 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杂活 可能对自己的提升空间 会稍微小一些 可是我有点不解一番 就是你看你还参加过 毕马威企业 社会责任创新大赛 获得了奖 那毕马威 是非常好的财务公司了 对吧 然后其实它对你来说 毕业后的三到五年 我觉得对于你个人 去到一个大的平台 然后去见市面 去有系统的学习 所以我不理解你刚才讲的说 你为什么想要进企业 我觉得它应该先颠倒过来 先进会计师务所 再到企业里面做 这问题是陈薇 你这个问题本身 我想问一下 杭州赛区十六强 有机会进入毕马威吗 没有机会 至少要八强 你申请过到四大里面做审计 或者是做徐医生吗 申请过吗 申请过 申请到了一个八大的一个 那个实习机会 去了吗 还没有去 他从企业里面走那个 财务经理 财务总监的路线 不可以吗 段荣 你为什么觉得 去市务所更好呢 做财务总监呢 四大里面做的话 它都是规范性 他看很多企业的财务方面的 一些管理方面的 一些规则 漏洞 发现问题 让养成一个好的职业习惯 而到企业里面有各个企业 有各个企业的财务的管理方法 反而不能养成一个 好的财务管理习惯 应该先到那个里面 学习规范性管理 然后到企业里面历练 这是一个好的路径 说的都对 都在里 但是我想问一句 张亦凡 你觉得你有希望能进去吗 到大四毕业考到 CPA证书的时候可以进去 可以尝试 是的 亦凡只考虑财务吗 比如就是去一个企业 做这个流水营业的这种审计 不一定是财务啊 或者是行政之类的 因为我感觉你的这个水平 还是挺好的 我还是想坚定地走财务这条路 我在这个拍灯之前 补充一个对这个女孩的评价 选手们都在化妆 她在化妆间在干嘛 认真读书 就是真的是一个很认真又很努力 又对自己专业方向很坚定的姑娘 你读的什么书啊当时 在化妆间里 管理会计 是要考试了吗 因为当时在等待嘛 也是闲的 就是看一看 真是够专注的 挺好 给你鼓鼓掌 我喜欢你这样专注的性格啊 谢谢 来吧 大家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 和她的综合表现 做选择 很欣赏 但确实没法 挺好的啊 咱进入到第二轮了 天生我有才 她是变魔术 那你干啥呢 技能展示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平时工作 整理的凭证吧 这下一个做凭证做得好的人 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 我觉得 我做得很工整 有点自恋了 可以说明我这个人是 平时就会很细心 做事比较有条理 我看了确实挺好 本来我是想我们这个有四大 挖来的这种主管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财务的 十一升的岗位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给那些灭灯的 企业家看看 我觉得大家看完以后 可能会觉得灭的有点仓促 他们会要求亮灯的 我相信她的能力 所以我不用看 那您为什么灭灯呢 我只是希望她能够进入 我现在给她提供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未来有机会进入四大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考察一下 求职者的职场情商 领导发现 某小组统计的数据经常错 而且工作态度松懈怠慢 领导让你接手组长的工作 你会怎么做 首先发现这种情况 我会联想到 我们会计上的一个交接工作 比如说一家公司最开始 是由一个会计来担任的 后来转走到另一个会计手里 我们是要签署一个交接协议的 一个文件的 在交接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检查 前一位会计她做的对账 是不是有什么明显的披露 这种情况的话 就跟我刚刚说的情况比较类似 可能数据是人无完人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经常出错的话 可能要究其原因 而且成员懈怠 也是要考虑一下 后续的一个管理工作 如果这个时候 接手上一位组长的工作 首先要把她之前的那些数据 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审核 审核物之后 你再进行接手 确保你做的工作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确保上一位 留下来的工作 不会给你留坑 我看雅云不住的扁头 我觉得伊凡回答得很好 你把两个关键点讲到了 第一个是交接工作该怎么做 然后第二个 你关注到了成员的状态松懈 可能你指的是管理的点 所以你的情商和你的潜力 真的非常好 她还会有自我保护意识 检查也要检查对方的交接 还要不要给自己留下坑 挺好的 刘邓的三位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刚刚跟我集团下面的CEO联系了 她刚好有个岗位 我专门给你留财务助理的岗位 我是这样想的 其实就是这个女孩呢 智商情商很高 但是感情商 我感觉不一定那么高 所以我是希望呢 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待遇 然后希望你来北京 如果你们的感情能经历的起 时间和地域的考验 那我认为挺好的 他们说的什么情商呀 都是两个毫不专业的老男人 所以不用在乎 然后进入美在当下呢 你想要的美商情商财商 在这里都有 好 三位企业家 接下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成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商感情 你需要风世俊帮你参谋一下吗 我想自己决定 好 一凡 美在当下北京和杭州 都是有公司的 北京是总部 杭州是我们的分公司 而且是直营的 那我一直11年来做创业 做的是女性成长 其实我特别关注的 就是你的成长 我始终认为 赚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 前三到五年 一定是带你看到更高的眼界 然后让你对自己的未来 有了全新的想象 在美在当下所有的老师 全部都是各个领域当中 十年以上的专家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 打开你眼界的机会 然后你北京和杭州任选 我们财务助理的岗 给到你五千家的提成 好的 雅云老师 她这个实习薪酬是七千 是不是有点高 对吧 是是是 她这个相当高的 那个是我期望转正的一个 期望转正 对对对 好 我特别看好你 不过这个职位是在北京 我可以把那个谁 背试在北京 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在一起 那滕雪旅游集团 它是国内行业领先的 全球旅游配置平台 我是它的第二大股东 那我今天给你七千 这样的一个基础工资 我觉得你很有潜力 大零天地呢 主要是做品牌策划 公共关系 数字营销 我们的是财务 是四大出来的 那这方面应该是 可以赋能你的 我们是在北京 我给你的是六千 好 张亦凡 出发 灭掉一盏灯 来雅云老师 私下问一问风世俊 让他猜猜会选哪个 对不起 我已经问完他想学哪个了 好吧 我们有请陈薇和于林 走上竞价台 为什么把陈鹏都灯灭了 因为像这边 我很希望得到四大的 那些指导老师的一个教学 就是你是从专业的角度 去做的选择 那看来你不但听进去了 段东的建议 而且还在今天选择 实习岗的时候 就开始未雨绸缪了 来陈薇 那当下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给到你呢 是五千家的实习岗 然后做我们的财务助理 然后我希望你在杭州啊 正好我们杭州也 现在短缺一个这样的人才 另外呢就是我自己的CFO 本来就是比马威出来的 所以关于你说的成长啊 这个在总部 你也会得到财务上的成长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觉得诗和远方很重要 但是随着你的成长 你会发现 诗和远方的门票都很贵 你需要成为一个更独立自信 且优秀的女性 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那个更好的她 才会能够跟你在一起 创造你们的美好 我给你的这份工作呢 就是我投资了几个公司 然后有工厂 你可能要跑一些手续啊 就财务方面的 可能会出差 那我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基本上是一个综合的锻炼 考虑一下选择其一 当然你也可以都拒绝掉 考虑时间开始 好 时间到 张亦凡告诉我们 你的最终选择是 我选美在当下 好 祝贺张亦凡 也祝贺陈薇 感谢于林 谢谢